昨天晚上今天金曲獎落幕 那么有长达六年没有出新专辑的天王周杰伦 昨天深夜是难得写下了 恭喜金曲獎的朋友们 让大家再庆祝个几天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因为后面歌要出来了 歌就是他自己都会称呼自己是歌 那么他在华语乐团的地位不容小觑 曾经夺下15座的金曲獎 PO文一出也仿佛是在为下一届的金曲獎下贊帖 他也将会在7月6号发表新作品 所以已经有很多歌迷迫不及待 纷纷留言说做等歌最伟大的作品 而且还笑说是不是要发新歌 来惦一惦其他的新人了 那么同样是昨天晚间 这个金曲獎上的话题 睽違五年没有在大型活动当中露面的 Alva肖亚轩是以彩蛋嘉宾的身份 担任最佳华语女歌手奖的颁奖人 好久没有公开露面 他穿上一袭红色深逼 开高叉的礼服现身 那么Alva去年传出被狗咬 所以脸部受了重伤 出道以来也频频遭到网友质疑 是不是有整形呢 他曾经在2019年时开直播 大方公开素颜的样子 还说是自己鼻子小时候有被舅舅撞歪 不过他有坦诚做过雷射 做过医美 但他很讨厌被批评装很浓 而艺人鸭子呢 鸭头最近被发现卵巢长了5.8公分的肿瘤 今天呢 是我开刀后的大概三个多礼拜之后 那其实呢 因为我整个开刀 到这个出院大概是五天的时间 其实我觉得时间过很快 因为每一天我都超累 然后又很痛 所以我几乎一直在睡觉 开刀的原因是因为呢 我长了两个肿瘤 一个就是水瘤 另外一个是鸡灘瘤 今年的时候其实大概一年 不到一年左右吧 差不多一年啦 然后我就是突然发现 我的右腿跟右腹部下腹部 觉得常常会有肿胀的感觉 然后会热热种种的 所以呢 我就是例行的去检查的时候 顺便请医生帮我照超音波 那那时候照到的时候 医生就说 哦你有一颗大概四公分大的水瘤 那医生又解释说 这个如果没有持续长大 就可以安心 然后所以下个月的时候呢 我就去了另外一间的诊所 就是再请他帮我照超音波 结果医生就说 我有两个肿瘤 也是长大到五公分了 所以他是又长大的 所以这时候我就有点紧张了 他只说我一个大的水瘤 但里面呢 还有一块阴影 那那个阴影是实体的 就是跟水瘤不一样 不是一体的 所以是实体的情况下通常可能会不太好 然后其实已经长到了5.8公分 所以我其实心情真的很差 然后当时还没有决定要先开刀 那那时候是想说怕可能会影响到以后生小孩 所以就想说好吧那是不是先去动软好了 但是呢我就发现 疼...他已经到疼痛了 就是原本不是只是肿胀会痠软 但是现在已经到疼痛的状况 然后以及我非常频尿 所以就想说好吧那要不要先开刀 所以呢就才改变计划 就是确定6月开刀 那其实生病的这段时间 就是其实从2月开始有很多的朋友都说 你变胖咯 不是是我生病了 然后呢昨天晚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这一场音乐圈的盛世 一年一度的金曲奖 那么昨天晚间圆满的落幕之后呢 5月天阿信就转发了一则这个金曲奖冷知识的贴文 这个内容当中有提到说 大家知道这个金曲奖得奖最多的专辑保持人是谁呢 好当然就是5月天 这个5月天2011年的时候推出了专辑第二人生 一举拿下了第23届金曲奖演唱类最佳国语专辑 还有最佳年度歌曲等等多项大奖 隔年呢也拿下了最佳音乐录影代奖 横跨两届狂夺七个奖 直到现在呢已经2022年了都是记录保持人 对于这个荣誉在被提起呢 阿信他昨天也很开心感谢谢谢歌迷们的支持 而同样是昨天这个金曲的相关话题 照片呢没想到发现他是蛋保不是瘦子之后呢 掉头直接走了让他哭笑不得喔 蛋保就问说呢会不会觉得我浪费到他的时间了 我们有三种版本的这个水神的雾化器 这个比较大的他是比较适合大瓶树的 那再来呢还有这一种款这种办公室很多 你还可以买这个小型的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里买呢我们的快点购网站上面就有咯 记得输入优惠马上就给你折扣